对,我要辞职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四 我在上一条笔记里面谈到我要从微软离职了 然后下面有不少朋友在好奇 我离职的原因是什么 离职之后去哪里 以及我谈到的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那我想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吧 关于离职的原因 其实没什么drama了 钱够花,不加班 我爱同事,同事爱我 并且微软的多元包容是真的 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做自己 说一些嘻嘻哈哈的傻话 以及做一些蠢事 那你现在可能在想 那你为什么要走 是不是脑壳打铁 走就算了,还挑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各家都在裁员 大环境恶劣的时候 我为什么毅然居然地选择离开 那天我给老板发消息 我说人生大事,聊一下吧 老板说,OK,你是要去读书了吗 我回,差不多 其实还是差的有点多 我要去创业了 我老板听完当时整个世界大地震 他问,你想好了吗 你要在这个时间点出去创业 如果你现在走 晚时间内是没有机会再让你回来的 并且不只是我们公司如此 各家都是这样 简单来说 就是我退路很少 然后我老板问我 你这次冒险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他这么问的时候 我发现我可以在两秒钟之内得到答案 我想要去创造自己的产品 它可能带来的收入还没现在这份工作多 但是没关系 它承载着我的思考 是我的延伸 是我向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 就像此刻一样 所以既然我立刻得到了答案 我想我是真的准备好了 我老板听完之后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现在的决定 确实是离这个目标更靠近了一点 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有点好奇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没有任何现实因素的限制 你会想做什么 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很好奇你们的答案 当然了 做这个决定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我衡量了自己的财务状况 考虑了最坏的结果 然后问自己 你能接受吗 好像真的没什么 创业过程中作为程序员 我的技术是不会荒废的 那存款吗 大不了清零了从头来过 并且让我安心的一点是 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我还有其他四个和我一样的女生 我们都在努力的 想把这款理想中的小而美的产品 变为现实 我们希望的就是 当你拿到它 打开它 你的心情会变得好一点 OK 那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话 我会先把工作上的事情 好好交接好 再和这边的朋友们 去吃饭 聚会 好好告个别 有空的时候 就去散步 去攀岩 那差不多四月底 我就会回老家 和我的合伙人见面 开启我们激烈的线下开发 到时候你们会在这里见到它的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个赞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以关注追根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毕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 OK 那就这样吧 下次再见 拜拜